一能静一听到她的名字 就立刻回让人记起以前的独特美 不一样的女才人 从给人一种渴望而不可及的印象 总是那种高高在上的公主是存在 让人有种天生的好奇 不过现在的一能静失去了以往的傲慢和偏见 多出了许多接地气的气息 给人一种和蔼善良的中国独有的女性写照 其实一能静的这些改变 或许是因为她的老公秦浩吧 在没有和秦浩结婚前 一能静给大家的感觉 就是一位性感有个性的单身女性 而且她的思想远比一般女性的思想先进 总是体现她聪明的一面 其实她确实是聪明 不仅有自己的歌 有自己的影视剧 就是那种写写画画的文艺气息 她也存在 所以说她是个聪明的女性 一点也没有错 现在她的聪明 依旧没有因为做了家庭主妇而改变 就是因为这个男人 让我们心目中的女神改变了身份 变成了家庭主妇 在和秦浩决定要结婚的时候 不仅仅是亲朋好友组织 就是陌生人也会出来劝说的 可是爱情来了当事人 就是神经病人的附体 一切都改变不了他们的决定 好在年龄上不是问题 他们婚后也是幸福的 依能静也是冒着生命危险 淡下了小米丽 很多时候可以看到依能静的幸福 有一多半是来自孩子 小米丽的出生 让依能静有了不可缺少的责任和义务 而且和秦浩的恩爱依旧如初 从综艺节目可以看出 他们还是相爱的 毕竟娶了这样一位财女 谁不知道要珍惜 而且依能静也是很会经营自己的婚姻的 一切都是平常家庭的幸福 依能静可是秦浩背后默默付出的一位女性 虽然依能静婚后就很少在公众面前露面的 可是她的微博更新 让你知道她每天的状态 只是这个微博更新突然都是关于追居的幸福感 仔细一看原来是自己老公秦浩的作品 难怪这么支持 这么大声力挺 这真心的很给力 如果家里面都有这么懂事的嘱咐 是不是让人很省心呀 真心觉得依能静现在的状态 才是一个女人该有的状态 陈ушка 陈嫂